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奎尼熊 熊哥今天為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車伯車速都是以帶電瓶為主 什麼磷酸離鐵電 然後千酸電 然後那個離電池 為什麼都是帶電池 而不是那個用發電機 熊哥在這邊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 雖然發電機它是吃燃料的 它可以不斷的運轉 但是發電機 目前幾乎 就是因為 它是利用這個氣缸 加油進去氣缸 然後在運轉的時候 拉動發電的裝置 然後來產生電 所以它一定會有廢氣 它一定會有廢氣 然後也會有噪音 就像我們的オトバイ 會 不管它是高頻的噪音 還是低頻的噪音 它一定是有噪音 而電頻它不會有噪音的問題 你在家裡面準備個100安培 或者是200安培的電 把它充飽 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都很夠用 所以你就不需要到了一個很安靜 然後風景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那個發電機一拉 噪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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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整晚睡覺的時候 噪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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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它有這個缺點 然後 第一個就是噪音大 第二個 再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說真的 發電機的它的續航力 沒有電頻好 像一般我們在買這種 輕便型 因為我們車伯一定是這種輕便型的 發電機像類似這種 絕對不可能扛一個大台的 像這種 絕對不可能 一定是這種輕便型 輕便型的大概也就三個小時用 三個小時 然後你就要扛扛扛 沒辦法 這個是不好的 第一個就是噪音 第二個續航力不夠 第三個空污 有沒有想過 它的原理是跟オトバイ一樣 它在運作的時候會有排氣 排出來的氣 就是你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你已經到百萬夜景 百萬這個雲端了 就是到那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結果 一直聞到這個 發電機的味道 發電機通常都是二行程的 像我們機車都已經沒有二行程了 它這樣發電機 大部分都是二行程的 二行程呢 男生的話都知道二行程是什麼回事 女生的話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二行程就是它的汽油裡面 加汽油進去以後有沒有 九二的汽油 然後呢要加一定比例的機油 機油喔 就是歐油喔 機油喔 來潤滑它 就是在沖承 就是氣缸在動的時候 在潤滑那個氣缸壁 所以它排放出來的一定是很臭的那個煙 當然也是有四行程的這種發電機 但是價格很貴 大部分都是二行程的 因為二行程的引擎 構造相對於四行程的簡單 這一段是講給女生聽的 因為男生通常基本 有在玩歐巴的 有在改車都懂啊 對 所以就這三大點 所以大家幾乎都沒有在用發電機 極少部分的人會用發電機 所以熊哥也是用這個電瓶 電瓶的好處就是沒有空污 續航力又強 然後呢 又不會有噪音 就這三大點 屌打發電機 所以呢 這邊熊哥就稍微講一下 像這一顆你看來看喔 你看這樣子大小的 磷酸離鐵電 這樣子一顆大概一百安培的 一百安培的大概是在 八千到一萬塊 它沒有附這個逆變器喔 逆變器 逆變器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逆變器 它沒有附逆變器 它是單純一個這個電瓶 然後呢 它有兩個這個 可以充手機的這個 3.7伏特的 這樣大概是八千到一萬塊錢 然後市面上熊哥之前有介紹過這個 威力寶的 還有這個 艾底庫的 都是磷酸離鐵電 這個品質也是 BURBUM的 所以熊哥是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提到說 為什麼大家都不用發電機 用電瓶 因為電瓶 就是剛剛講的三點 像這種有沒有 再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逆變器 像這種逆變器 它有分多少瓦的 記得 像 如果我們一般有沒有 出去車國 沒有用到大功率的 這種 電器 比如說電鍋 吹風機 都是大功率的 大功率就是 五六百瓦以上 都是大功率的 像 如果我們只要用一個電風扇 這種 小的 這種電風扇 這種電風扇 大概才 30瓦左右 這邊 給大家講一個觀念 比如說今天這個東西 只要30瓦 但是你的這個 逆變器是 1000瓦 2000瓦的 它中間耗損的電 會比它本身 使用的電更多 你懂嗎 比如說你今天用2000瓦的 你的 你的這個 2000瓦的逆變器有沒有 就是你有 12伏特的電 它把電壓往上升 升到了 2000瓦 就是它的伏特可以用110 就是它的這個 12伏特可以升到用110 中間這個 轉換它 電壓的這個 過程 它會有耗損 所以說呢 如果你是2000瓦的這個 逆變器好了 你只用了一個 30瓦的電器 毫無疑問 那就是浪費電 就是你電瓶裡的電 所以今天熊哥會說 如果你今天有 有這種 可以這個接頭 可以用的話 有沒有 可以再準備一個 小的逆變器 小的 就像這種小的 這種小的逆變器 就可以 因為它才180瓦 它升上去 它不需要用到那麼大的功率 它就可以說 簡單來說 它就是 不會浪費掉中間的這個耗損 紅的加紅的 黑的加黑的 那我們來看這裡 把它打開 有沒有 它就亮了 然後插上去 我們今天如果只是要 用一個小的電風扇 你不需要用到 1000瓦 2000瓦 甚至3000 4000瓦的這個 逆變器 它中間的耗損 都是相當 對你的這個電力 都是相當的一個耗損 是不是非常OK的 所以熊哥會推說 如果你有買這個 電瓶 就是磷酸離鐵電 你可以自己稍微再準備 兩個 重力變器 一個是低功率的 大概 300瓦以內的 然後一個準備 2000瓦的 或1000瓦的 有高耗電的商品要用的 所以就這樣子講的話 有沒有 就稍微大家聊一下 就是這種觀念 這集呢 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 不用發電機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這三個缺點 還有就是 磷酸離鐵電 真的是不錯的東西 這是100安培的 好 這集呢熊哥呢 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發電機跟 電池 優缺點 優缺點在哪裡 好 還有一個缺點 忘記講到了 就是 我們的發電機有拿著燃料 如果你今天 多準備了一點 擺在車上 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 你要知道 那是汽油 你把它擺在車上 蓋著 如果車內溫度太高 OK 就這樣 這集主要這集囉 掰掰 好看